欢迎来到月亮说 今年开年的新剧还是挺精彩的 小编又来给你排雷避坑了 以下专门整理了2024开年第一个月的新剧热度榜TOP10 讲解每部剧的看点与雷点 黑土无言的热度意外垫底 你也有今天成为田宠黑马 而仙剑4稳居第5 那仙剑6的热度排第几呢 此外 冠军的热度秒杀杨子的要久久爱 看完视频 你就能避免踩入不必要的坑了 开年新剧热度榜TOP10 陈建斌 胡军主演的黑土无言 这部东北悬疑剧最高的时候 腾讯站内的热度值到了两万五千 不过剧评也是有点不尽人意 它的看点是通过犯罪故事的内容和发展 展现出东北黑土地的真实面貌 以及剧情一开始一夜之间就有三人被杀 随着一层层迷雾揭开 慢慢揭晓真相的过程 还顺带描述了官场与人性 然而 黑土无言的槽点就是 网友都吐槽 悬疑感塑造没有到位 有点像是在故弄玄虚 节奏也挺拉垮 最让人受不了的是 该剧的背景设定本身就在东北 但是剧中的几位主角 刻意去学说的东北话 被大家批评 听着非常别扭 因此 该剧并没完全达到大家的预期 黑土无言的故事发生在东北的一个宁静小城蓝河 这里突然发生一起犯罪案件 导致了三人死亡 死因却截然不同 然而 蓝河刑警队的大队长迅速介入调查 随着一系列嫌疑人的出现 案件变得愈发扑朔迷离 甚至还牵涉到一个在档案中已被记录为死亡的神秘男人 开年新剧热度榜 Top9 宋倩 陈兴旭主演的 我们的翻译官 小编当时果真预料到 陈兴旭 我们的翻译官 在热度上并没有你也有今天来的高 不过该剧路透照公开时 倒是拥有很高热度 而该剧最大的看点就是 破镜重圆就爱重逢这样的梗 陈兴旭与宋倩两人的CP火花也是挺可以的 只不过 大家都在吐槽剧中的职业线比较悬浮 因此呢 如果只当作一部下饭的小甜剧 那么还是可以追一追的 多多少少也是能磕到一点糖的 我们的翻译官 是一个跨越八年的爱情故事 八年前 林熙忍痛和男友肖一诚告别 成为了联合国专业翻译员 八年后 前男友肖一诚 变身成为了林熙的潜在客户 两人在争夺合同的过程中 再次展开了一系列互动 肖一诚的内心也是相当复杂 是开展复仇计划呢 还是和好如初 开年新剧热度榜 Top8 孙谦 魏哲明主演的19层 继去年年初的开端爆红后 今年年初又推出一部 无限流题材悬译剧 而19层的看点在于 呈现出了一个 伸手不见五指的第19层空间 开篇就展现了紧张刺激的场面 将观众引入一场鬼追人的大戏中 让人不禁想要了解更多 而剧中每个演员的演技 也是过关的 不过吐槽的点在于 像这种无限流的悬疑剧 其实并不太好拍 19层没有拍得像开端那样 引人入胜 虽说质感并不差 但并不能吸引观众 一级一级地往下看 而且宣传推广的也不太多 不过对于小编来说 看得还是津津有味的 作为开端的平替来看看 也挺好的呢 这部《十九层》改编自蔡骏的小说 《地狱的第十九层》 主要讲述了一名大学生春雨 被卷入到一个无法摆脱的游戏中 在里面 她遇到了聪明沉着的高悬 武力值强大的南小琴 以及搞怪的杨八万等等 几人在鬼楼中不断闯惯 却因有人过关失败 而导致现实中也陷入了昏迷 在这危机重重之下 春雨联合小伙伴一起查明真相 开年新剧热度榜Top7 王凯 杨硕主演的《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 《大江大河》系列大家应该都熟悉 前两部可都在豆瓣上开出了8.8的高分哦 虽然是部年代奋斗剧 但同样很有看点 这次的第三部依然远班人马主演 口碑依旧很不错 剧中以他们的个体奋斗为线索 折射国营 民营集体 以及合资企业 如何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浪潮中 曲折前进 在线上市季末黄金十年的种种时代大事件 对部分网友来说 看得可谓是新潮澎湃啊 《大江大河之岁月如歌》 主要讲述了1993年 宋运辉带领着彭阳农药厂的工人们进行工艺改革 秉持初心 与雷东宝 杨循等人一起奋斗的故事 开年新剧热度榜 Top6 陈兴旭 张若南主演的 你也有今天 该剧可是号称偶像剧之父的陈明璋指导的哦 这依旧是陈兴旭主演的 但剧品表现要比我们的翻译官更好些 最大的看点就是 初入职场的女孩与自己的男上司合租 其实该剧的导演是曾拍过《王子变青蛙》 《遇见王立川》等经典线偶剧 尽管已是2024年了 但这位导演的功力依旧那么棒 拍得一点也不吐气 就算是职业线 也不会像我们的翻译官那样 悬浮地让人出戏 确实是一部轻松下饭的小甜剧 而陈兴旭这次 也获得了业内外人士的认可 你也有今天 主要讲述了 怀着律师梦想的少女程瑶 被一家顶级律师事务所录取 于是她决定搬到离公司近一些的地方 结果没想到 房东一房两租 另一个租客 竟然是自己律所的老板钱衡 然而钱衡 从一开始另有目的地愿意合租 到两个人逐渐擦出爱情的火花 同时 程瑶的努力 也让钱衡刮目相看 开年新剧热度榜 Top5 居静一 陈哲远主演的《仙剑4》 空山一动 定是旺书所知 我的双面里 终点没有那样的自由更快 多进城 死 你知道吗 这部《仙剑4》的游戏 原著评价非常高 当时深受广大男性玩家的喜爱 该剧最大的看点 也就是游戏里的精彩剧情了 然而剧版播出后 大家都认为没有改编好 像是男主云天河 原本在游戏里 是一个野人的形象 而陈哲远的气质 和野人 真的半点关系都没有 而居静一演戏 也依旧是一贯的风格 最让人看不下去的 那就是《女二流梦》里 原本是大家心目中的白月光哦 可是颜值实在不过关 总之 剧版是真的被游戏粉给骂惨了 不过呢 没玩过游戏的 还是可以看看的 《仙剑4》主要讲述性格率真的云天河 一次偶然机会 邂逅了闯入父亲牧师的少女韩玲莎 两人结下不解之缘 在半途中 又与另一女孩柳梦里相识 云天河未揭开自己的身世 与韩玲莎柳梦里 一同败入昆仑穷华派 成为门下弟子 并为了解救妖界和苍生百姓 走上了逆天改命的救世之路 开年新剧热度榜 Top4 钟楚希 杨超越主演的 《如果奔跑是我的人生》 小编本来也是 搞不懂该剧的选角啊 钟楚希和杨超越 去年他们主演的剧 都播得非常差 这让网友们 也是对这两人没有了信任感 不过现在看来 数据还是挺不错的 该剧在爱奇艺战内 热度突破了8000 直接超越了仙剑4 而且在中央电视台的收视率 也还不错 加上该剧的剧本 原本就挺有看点 聚焦在两对母女关系上 亲情线也是让人有所共鸣 非常励志温馨且治愈 该剧根据《己经荣》的小说 《如果奔跑是我的宿命》改编 主要讲述了一场车祸过后 两个普通家庭在人生秘境中 以不同姿态面对生活的励志故事 开年新剧热度榜 TOP3 徐凯 于舒心主演的《奇经招》 小编预测的也是非常准哦 两部《仙剑》系列的剧 说开播就开播 而目前《奇经招》的热度表现更好一点 在腾讯战内的热度高达24000 作为《仙剑》系列的第六部 其今招最大的优点是剧情没有魔改 徐凯和于舒心在形象上还是挺贴合角色的 可本来赵露丝在神隐中的奶泡音而吐槽声不断 想不到于舒心的夹子音更是高了几个音阶呀 这让部分网友直呼喘不过气来 而男主徐凯一人分饰两绝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对剧情而言 节奏上也是有点慢了 总之 这两部《仙剑》系列或多或少还是挺让人失望的 难道真的拍不出十年前的那种感觉了吗 其今招主要讲述了小镇青年月今招和异媚月琪闯荡江湖多年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 他们意外得知月琪的生母竟是令人忌惮的昆童谷谷谷主 然而一心寻找生母团聚的月琪 被迫面临亲情与大义间的痛苦抉择 并在好友的帮助下 一步步揭开了起源珠背后深藏的秘密 开年新剧热度榜TOP2 杨子 范诚诚主演的《要久久爱》 不愧是顶流杨子的剧呀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 《要久久爱》上线首日 就登上了全网播放式战排行榜的第一 时时市战率直接超过了15% 杨子确实是观众非常信任的演员 他的剧质感基本不会差 而这次要久久爱的看点是《怀旧青春》 小编感觉剧中的杨子饰演高中生也不是很显老 演绎得非常青春活泼 只是杨子搭饭成城这个组合确实有点奇怪 两人的CP火花确实没什么看头 对比杨子的甜宠剧 小编还是更加期待他的《长相思》第二季 嘿嘿 《这不要久久爱》以90年代为背景 讲述了六个青梅竹马的小伙伴 年少时一起长大 也一起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他们相约一起奔赴梦想 做永远相守相依的好朋友 但长大后 六人却天各一方 但在经历分离又重逢之后 最终他们重拾出新 开年新剧热度榜 Top1 胡歌 马依丽主演的樊花 樊花绝对是一月最热门的剧 它的热度是真的很惊人 不仅在腾讯站内 热度冲破了三万一千 单日网播量还直接突破一亿大关 后续因精彩的剧情 话题度也一再飙升 而该剧的看点在于 通过平淡的叙事 用琐碎的故事 讲述了男男女女 声色全马 世景百态与烟火人间 而且加上王家卫导演的风格 拍出了电影质感 氛围感十足 每个演员的实力也都非常有保障 但挺多网友说 该剧只是在故作高深 并没有那么有内涵 小编只想说 那它是真的没有细细品 你觉得最后的结局怎么样呢 你是如何解读的呢 总之 人生不可能会有想象的那么圆满 都是在分分合合中 负重前行 好了小伙伴们 本月小编最喜欢繁花 你也有今天 你们都在看哪几部呢